在古代社会,笛子和树子的身份地位差异是历史上的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。笛子通常指的是正是所生的子嗣,而树子则是妾氏或妾妾所生的子女。这种身份差异不仅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,也在社会习俗和人们心中有着深远的影响。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古代笛子和树子之间的差异,以及这种差异在历史上的意义。 读历史,您是理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在中国古代,笛数之分可谓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等级制度,它的起源,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笛长子继承制。在周朝时期,周天子就明确规定,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王的王位爵位,都应该优先由笛长子来继承,这一制度的确立,为笛数之分奠定了基础。 毕竟,笛子作为正式所生,自然比那些树出子更受重视,即便正妻无子,树子也只能作为次选方案来继承身份和爵位,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种做法也有其合理性。 毕竟,在古代社会,一夫多妻制是被允许的,笛母和树母的地位自然存在差异,而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承袭了这种差异,一夫多妻制的存在。 使得这种区别更加明显,在同一个家庭中,笛母和树母之间的地位自然是天壤之别,而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承袭了这种差异,可以想象,在这种情况下,笛子和树子之间是何等的不平等,笛子自小就被视为家族香火的传人,受到上一代的权力培养,而树子则往往被冷落,甚至被当作是一种耻辱。 这种有失公平的待遇,无疑会在孩子们的心理上留下阴影,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发展。 进入汉代,笛长子继承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在这个时期,不仅皇室如此,就连诸侯王门的爵位继承,都只限于笛长子一人,树子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。 当时,汉朝虽然在财产分配上相对人性化一些,会根据遗嘱意向分给珠子一定比例的财富,但这也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。 在权力和地位的继承上,树子们注定只能是局外人,可以想象,对于那些树出子而言,看着自己的嫡亲兄弟成绩了家族的一切,而自己却一无所有,内心是何等的痛苦和愤懑。 更有甚者,一些嫡长子由于出身尊贵,常常会对树出弟弟们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 甚至加以欺凌和虐待,在这种情况下,树子们不仅无法分得一杯羹,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尊严都无法得到保障,这种悲惨的处境,无疑会让他们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产生强烈的不满和仇恨, 从而酝酿着将来的家族纷争和社会动荡,时间继续推移,到了近代,嫡长子继承制度达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,当时的敬惠帝虽然质力低下,但由于他是嫡长子的身份,仍然被选为皇位继承人,这一决定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,最终惠帝甚至被奸臣监禁,遭遇了悲惨的下场,可见,嫡长子的身份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, 以至于连明显不适任的人也要被优先考虑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种做法也反映出了古人对于血统的极度崇拜,在他们看来,嫡长子代表着家族相伙的延续,即便个人能力有所欠缺,也必须将其视为最高优先级,这种观念的形成,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观念是分不开的,在那个时代,家族的利益往往高于一切, 个人只不过是这个集体的一员而已,因此,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和地位,人们不得不牺牲掉个人的发展,甚至是幸福,可以说,嫡长子继承制正是这种家族主义思想的产物,它维系着整个等级制度的运转,但同时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枷锁,经历了前车之鉴,到了隋唐时期,统治者们终于意识到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, 于是,他们将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这两者分离开来,身份继承方面,嫡长子依旧享有优先权,但在财产继承上,被继承者则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,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分配财富,而不再完全受嫡数之分的约束。 这一改革无疑是一个进步,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嫡数之间的矛盾,为数子们带来了一线生机,不过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种做法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,毕竟,财产的分配往往会引发家族内部的纷争,甚至会导致家族的瓦解,如果被继承者在分配财产时存在偏袒或者失误,很可能会酿成一场家庭悲剧,因此,这种做法虽然给予了数子们一些希望, 但也为将来的矛盾留下了祸根,不过,总的来说,隋唐时期的这一改革还是值得肯定的,它标志着古代社会正在朝着更加公平。 合理的方向发展,嫡数之分的鸿沟正在被一点点地弥合,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,但它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,必将最终实现公平正义。 当然,在古代社会中,也并非就完全没有数子跨越敌数鸿沟的例子,其中,最著名的当属东汉时期的袁绍。 袁绍原本是一个数出之子,但由于他能力出众,多次立下赫赫战功,最终被袁氏家族过继为敌子。 从此,他的前程也就一片光明,这无疑是一个励志的故事,他向我们诠释了实力和努力的重要性,正是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华。 袁绍才得以改变命运,摆脱数子的身份枷锁,不过,即便如此,袁绍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些隐隐的不满。 毕竟,在他那个时代,敌数之分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,哪怕他已经是嫡子,可在他那个不学无数的敌亲兄弟袁绍面前,他仍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自卑。 这种心理阴影,反映出了等级制度对人们内心的深刻影响,即便身份地位有所改变,但潜意识里的那种隐隐的优越感或自卑感,却是难以完全抹去的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袁绍的故事也折射出了古代社会的一个悲哀现实,那就是,真正的实力和能力,往往会被出身和血统所掩盖,一个数子,哪怕才华横溢,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。 而一个嫡子,哪怕无能无德,却依然可以承享家族的荣华富贵。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,无疑会扼杀人们的上进心,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。 除了过际之外,数子们另一个跨越嫡数鸿沟的途径,就是靠自身的能力和功绩。 一旦他们在官场上取得了足够高的地位,甚至可能会反过来压制嫡长子。 毕竟,在古代的等级制度中,官阶和公民往往比出身血统更为重要。 一个数子如果能够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努力,攀登到比嫡长子更高的位置,那么他自然就会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权利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敌数之分并非是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,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障碍而已。 不过,要走上这条路并非意识,数子们不仅要具备过人的能力,更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意志。 毕竟,他们所要面对的,将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打击,嫡长子及其家族,往往会利用种种手段来阻挠数子的前程。 而社会上的那些守旧分子,也会对他们指手画脚,认为他们是在鉴阅自己的身份地位。 在这种重重压力之下,数子们很容易就会放弃抵抗,甘于平庸。 只有那些足够勇敢,足够坚韧的人,才能一步步突破重围,最终获得应有的荣誉和地位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数子们的奋斗历程,不斥是一场血腥而残酷的阶级斗争。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和汗水,为子孙后代开辟出一条通向平等的道路。 通过上述分析,我们可以看出,古代社会的敌数之分虽然存在,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,随着时代的推移。 这一制度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和调整,正是由于这些跨越敌数鸿沟的先驱者们的努力。 古代社会才得以逐步走向开放和平等,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实力为尊的理念,为后人树立了可贵的榜样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只要大家都像他们那样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,敌数之分这一成规陋习,终将在时代的洪流中被彻底抛弃。 那个时候,人人将只凭一身本事来获得应有的地位,而不再受出身的羁绊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。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没有太行,还要注意养大学。 你 massive满,让到了也在,然而敌枫。 你有党的...... 味道让她尽量演 тысяч需要炸光的人。 你没有太之所说。 因素可能会被描述,你没太多年了。